Hello大家好,我是曾知茂 在上一部影片的时候,我们已经介绍到 一些游玩游戏前该注意的事情 还有透过哪些系统 可以让自己开局过得更加的顺利轻松 这些都是属于单纯游戏观念类型的 今天就要来说说风之谷游戏中 从过去到现在,经历无数次的改动 作为核心的系统、装备 也是最多玩家会去询问的问题 我猜蛮多的新手玩游戏玩到了一定的阶段 大约150等左右的时候 就会发现角色的伤害不足 练功的速度越来越慢 进而想透过提升装备来增加角色的攻击力 可是风之谷的每个时代 都属于那个时代应该有的装备 而过去的观念,到现在也不一定适用 所以新手对于角色当前的阶段 该使用什么装备,要怎么取得 一定是满满的问号 那么这就是今天这部影片 要来讲解的内容 也就是游玩现今的新风之谷 角色最基本、最标准 几乎不用花什么钱的装备 这部影片简单的分层 几个关键的阶段 装备的观念 装备的取得 和装备的打造 还有打造途中如何节省花费 装备的观念 风之谷的装备系统 与其他相似的养成类游戏 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差异 其他游戏中的观念 在风之谷中未必会适用 我们都知道 每个装备 都有限制角色装备的等级 大多数的游戏中 就是单纯限制玩家们 在使用它们之前 必须达到指定的等级才可以 风之谷早期的装备 也是这样的 也因为有这样的认知 就会产生了 角色到达了 可以使用下一个阶段装备的等级的时候 就该替换掉身上的装备 来增强角色的各项能力 方便迎接下一个阶段的挑战 但是在现在的新风之谷中 是不完全正确的 风之谷中的装备 虽然有着使用等级的限制 但是 那并不是单纯限制玩家使用 这么简单而已 等级限制最主要的用处是 影响装备后续打造的成长幅度 越高等的装备 在进行后续的 心力强化 赋予潜能 和心火强化的时候 就会出现越高的数值 这边也简单举个例子 150等的装备 趴数主属性和攻击力的潜能 传说潜能的情况下 最高只能洗到36% 如果是使用160等的装备的话 最高就可以洗到39% 这是一个最明显 也是最容易遇到的例子 所以在后期的新风之谷中 并没有到了可以换装备的等级 就必须进行装备更换的事情 就算要进行装备更换好了 也是要等超越限制等级好几十等之后 才有能力办到的 像是160等的航海士装备 以正常的取得途径来说的话 光是进入相关地图的等级限制 就需要到达190等 地图中等级最高的怪物 也在210等左右 更不用说还必须打倒 门槛不算低的BOSS 我个人是到210等 差有办法换160等的航海士装备 200等的神秘装备 更是到了260等才全部换齐 另外还有一个 与其他游戏有明显差异的地方 就是在风之谷中 以后期的干净装备为前提的情况下 武器比防具还要便宜非常多 就点使用的卷轴也是一样的 特别是一些人们职业的武器 价格说不定都比 前一个阶段的防具还要便宜了 不过 武器的好坏对角色能力的影响 还是所有装备中最大的 也因此才会有人说 可以的话武器先用好一点 毕竟最便宜效果却是最大的 所以在用正常管道兑换装备的时候 先去拍卖场查看市价 再进行决定才不会吃亏 观念的部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提升装备不是唯一 可以增强角色能力的方式 风之谷的游戏内容非常的丰富 提升能力的方式 可以高达数十种以上 只要去了解 去熟悉这些系统 就能够逐渐的降低 对于攻略目标所需要的装备门槛 装备的取得 风之谷是一款长时间的养成游戏 一件完成品装备的制作 是要付出非常多的时间的 所以在还没打造完成之前 先用一套过渡期使用的装备 也是必须做的事情 简单来说就是先求有再求好 这边就来快速的介绍一下 如何取得一套 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装备 当然的第一个是 已经不知道讲了几百次 还是必须要去完成的艾福特领域 透过画面左边灯泡 揭取相关任务之后 在使用各村庄中的次元之门 就可以进入 副本的内容较为复杂 建议是观看攻略来完成 这样比较不容易出现卡关的情况 另外里面有一个 会叫玩家选择墓碑颜色的问答 这边请认真选 在这边选了什么选项 就会决定这只角色 下半辈子的墓碑是什么颜色的 第二个 十字旅团 一样的透过左边灯泡 揭取相关的任务 完成所有任务之后 就可以获得一些戒指 这些戒指可以为无转时 需要心力的任务 减少一些负担 其中有个可以 增加额外经验值的戒指 这个戒指必须留下来 对角色的未来会非常的有帮助 完成任务之后 就可以挑战库洛斯 可乘中获得强力的魔性戒指 和查克罗斯 并且收集 库洛斯所掉落的魔性的碎片50个 就可以跟外面的NPC 对换魔性的戒指 第三个 克梅勒之共和国 还是同样的套路 左边灯泡之后赤人之门 完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可以点击这位NPC 来花费时间进行航海 只要收集到一定程度的硬币 就可以兑换 波赛顿眼镜和波赛顿纹身 但是这两件装备 他们抢在后续的潜能和心力强化 还没打算用到这么高之前 可以先使用基本的BOSS视频 先撑着 之后也可以多抛几个拿去卖 赚一点小钱 第四格 顶级培罗德系列 虽然经过了改版之后 难度提升了不少 但是顶级培罗德的重要性 还是无法取代的 现在的难度 大概在普通的食物和蛋米娅那附近 还是需要他人的帮助 才有办法通关 而骑眼龙的时间 现在大约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才可以兑换到最贵的两个部位 不过也不完全都是缺点就是的 使用培罗德装备的部位 可以再透过硬币 兑换专用的卷轴 效果类是免费兑换的 RED视频卷轴的概念 第五个 活动戒指 在寒暑假的时候 几乎都会伴随着 一个大型硬币活动 可以透过农活动硬币 来兑换一些实用的道具 其中活动戒指对新手来说 就是一个有效提升伤害的方法之一 活动给予的戒指 可能会有一些心力 潜能方面的限制 不过就算有限制 他还是可以远超一些 过渡期使用的戒指 第六个 木耐德的称号 这是一个音乐不错听 但是剧情长又慢的副本 虽然等级限制是33等 但是里面的怪物非常的强 建议是五转之后 再找个比较休闲的一天去完成 只要是从这个副本所获得的称号 虽然上面没有显示能力 但是每个称号都有 10点宣属性 15点攻击力 和5%Boss伤害的效果加成 而且伺服器中只要有一只角色 完成完整的剧情任务 所有角色都可以挑战朱蒂伊特 也就可以不用重新解任务的 透过这两个打王成就 来获得有属性加成的称号 不过分身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装备就是了 再来就是装备搭配 如何选择的部分 经过多次的改版后 我比较推荐这套 神秘武器 航海帽子 肩膀 手套 鞋子 披风 还有 神渊上衣跟裤子 神秘装备以正常取得的方式 有两种 第一种是 透过击败困难的奥处之河地区的Boss 击倒之后 几率性掉落 第二种是 透过收集水滴石和Boss掉落物 来兑换专用硬币 透过专用硬币的商店 收集指定数量进行兑换 不过这种方式大多数都是兑换防具比较多 只是这两种方式 原则上新手不可能有办法办到 那么 推荐使用神秘武器的原因是因为 特定职业的神秘武器 超级便宜 就算是热门职业的武器 价格也是浓一段时间就可以有的 拿来当过渡器武器使用 也不会太浪费 还会有不错的攻击力 而且有时候 就会有活动免费赠送了 航海师装备正常获得的方式 一样也是两种 也是跟神秘装备差不多的公式 打赢困难的食物和淡米安 几率掉落 又或者是收集相关硬币 兑换获得 不同的是 航海师装备的硬币 可以透过每周任务获得 只要愿意解任务 就可以获得兑换装备所需要的材料 当然也是可以直接用买的 虽然兑换装备 也是需要Boss掉落的硬币 不过可以透过请人帮忙带换 来省去这个麻烦 现在带换的费用也越来越便宜了 有人甚至会愿意 免费帮助他人 深渊装备 就和前面两种装备不同了 但是还是一样需要击败相关的Boss 达到混沌的露塔碧斯Boss 必定掉落的碎片 收集一定数量之后 就可以直接兑换装备 由于现在有许多的玩家 都可以成功的攻略 所以相关装备的产量 就会非常的多 价格也会非常的便宜 深渊装备建议直接用买的 装备的打造 制作装备是风之谷一辈子的课题 系统繁多 内容相当的复杂 这边就讲一些基本过渡用的就好 想要详细了解的 可以观看我之前制作的影片 有则非常详细的介绍 基本上过渡期使用的装备 就是将能免费获得的材料 尽可能的去用到最好 标准大概是 30%皱纹 9-15%细佑潜能 特殊附加潜能和12星的心力 想要强化装备 最基本的就是使用皱纹的痕迹 之后更换卷轴 也一样需要使用皱纹 来进行雅克回征 而要如何获得皱纹的痕迹 原则上只要在玩这个游戏 无时无刻都会获得 赏金猎人 突发任务 活动 和部分硬币商店 都能够一直获得 玩得久了 慢慢的就累计几万个了 不过装备冲皱纹卷轴 麻烦的地方在于 如何让低成功率的皱纹 全部成功的强化在装备上面 基本上是两个方向互相配合 就可以完成的 一个方向是提升皱纹卷轴的成功几率 可以透过加入工会 所获得的工会技能 还有角色现象中的手艺等级 也可以配合 有时候出现的活动 FEMA TIME 或是最近可能会出的 红包活动中的 龙红包BUFF 全部相加下来 30%要全部冲成功 其实蛮简单的 如果是法师职业的话 直接考虑RED卷甚至是插卷了吧 另一个方向就是将失败的次数给还原 可以透过活动商店 拍卖购买 赏金猎人 和精英BOSS等等的地方 获得纯白的卷轴 卷轴只要成功 就可以还原一次失败的次数 工会技能中也有个 在卷轴强化失败的时候 有较急的几率 不会消耗可冲卷次数 潜能的部分 建议是卡在西游等级就好 不需要上到罕见 因为太过于尴尬了 罕见潜能无法使用可疑的方块 又不值得使用现金方块 所以尽可能的不要使用到罕见潜能 要用到西游潜能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用封方块一直点 因为特殊潜能的上限费用 只需要一万块封闭 所以可以一直点没关系 只是可能需要大量的时间 当然也可以用 活动 赏金猎人 战地商店等等的地方 获得的西游潜在能力卷轴 直接丢上西游也是可以的 丢上西游之后 就是使用打王可以不断获得的可疑的方块 尽可能的把武器 副武器 能源丢上两排的攻击力 防具饰品则是丢出两排的主要属性 就可以了 其中鉴定所需要的费用 会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所以要透过一些小技巧 来节省其中的花费 首先要了解 有一个系统叫做陶德的铁锤 效果简单来说 就是将低等装备的潜能 继承到高等的装备上面去 洗低等装备的费用 相对的便宜了不少 搭配角色性向中的洞察力等级 更能将120等以下的装备 的鉴定费用化为免费 用低等的装备洗好潜能之后 继承到高等的装备上面去 这样在洗潜能的时候 就可以省下许多的花费 另外打倒朱利一特后 可以开到许多的 稀有潜能的140等以上装备 也算是一点点的小技巧 附加潜能的部分 就相对简单多了 不用太意外的 赏金活动 沾地商店等等的地方 就能够取得附加潜能卷轴 丢上去之后 用高阶网掉落 或是活动商店获得的 可疑的附加方块 丢个10点的攻击力 或是3%的主属性 就可以用很久了 毕竟附加洗下去的费用 是非常昂贵的 最后就是心力的部分 原则上过渡期装备 心力最多上到12星就可以了 一方面再上去 就会开始炸装备了 另一方面 再上去的价格 会非常的昂贵 用正常的抢要方式 今天用到10星就可以停了 要再上去的话 麻烦先去拍卖场看一下 12星卷轴的价格再决定 有时候100%上12星的价格 就已经比冲一次的费用还便宜了 特别是寒暑假这种 心力卷轴产量大幅提升的时候 心力卷轴的价格 就会降低非常的多 蛮多时候直接冲卷轴 会比漫漫强化来的便宜 甚至有时候 可以在路边捡到 别人抽东西抽到满背包 而丢出来的10到13星的心力卷轴 那么今天的影片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帮我点个订阅点个喜欢 如果可以的话 帮我分享出去 让你的朋友知道 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